行车记录期拍下 一辆辆轿车放慢速度 准备停等红灯 一辆机车却突然穿越车阵 被后方休旅车撞个阵着 安全帽还被撞飞了起来 车祸发生在台南 影片被民众PO上网 机车突然冲出来 仿佛移动暗器 另外在高雄林雅区 一名富人骑脚踏车 不管红灯大喇喇 穿越大马路 下一秒直接被撞到地 机研判系 甲方行星路口时 未遵守交通号是停等红灯 富人闯红灯被执行车撞上 全身擦挫伤 恐怕还得吃上罚单 最后在高雄台南交界 这个路桥上 眼前这辆白色轿车 转弯居然直接逆向 两部车卡在路中间 车头对车头大眼灯小眼 几秒后白车决定转弯开走 没想到逆向的还不止一辆 正常单车的绿灯才能转过来 但是他们都执行过来 执行都违规 警察都很常来劝导 附近居民指正利利 就算警察经常劝导 违规也超多 但像这种转弯直接逆向 连续三车大胆切西瓜 离谱画面还真的会吓坏路人 记者洪夫人罗采 姚赖关张 台南高雄报道 警局外头突然飞来 一支信号弹 不偏不已杂重派出所门口 瞬间火光四射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值班远警看傻眼 就怕对方攻击警察 二度手摸枪套 一度做事要拔枪 赶紧冲出去 追捕嫌犯 这行警局攻击验 反正在二十号早上八点多 嫌犯点燃手中的信号弹 猛力一挥 王欣美是卢州三名派出所丢 楼上还是分局办公室 案发后他狂奔五十公尺 自知难逃法网 乖乖蹲下 被上口带回 执行中看到 就是大门口那边有闽蓝紙 手指好像疑似信号弹的东西 然后很快要对我们大门 就直接丢紙这样 许印嫌犯有伤害毒品前科 今年二月被邻军检举 持有毒咖啡包 他疑似怀恨在心 在警局门口放信号弹 还删除手机对话记录 让警方怀疑早有预谋 还要续追幕后主嫌 犯险的初步攻撑 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 想要吃牢犯 有怀疑是小院报 目前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为什么嚣张要在警局丢信号弹呢 来月警方上门抓人 害他丢了工作 竟然嚣张挑战公权力 幸好原警及时反应 没让嫌犯逃逸 记者王志文 卢宇熙 猜分报道 大批行径拿着盾牌 进入汽车旅馆 男子赤裸上身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压制 同时房中还有另一个刺青男 正在泡澡一丝不挂 见他没有伤伤力 远警拿毛巾 要他骑身遮住重要部位 上来上来 上来 可以这么享受 都是用抢来的钱做消费 犯罪集团7人拿虚拟货币 泰达币当幌子 以低于市价兜售 透过仲介寻找买家 等到被害人捧着900万现金 要面交 四名同伙就一勇而上 把巨款抢走 该集团首脑位于境外 以通讯软体指挥国内集团成员 以假教育方式 在网络论坛 洋砖要败泰达币 警方以车追人 24小时内在台中基隆新竹 带回六名干部 并趁着农历春节 松信主贤回国 将他查契到案 而泰达币价值就是连结 在美元之上相对稳定 交易量有效比比特币还要高 因此被犯罪集团盯上 假交易真抢劫 记者 台中报道 大火车准备上桥 车身却突然左摇右晃 下一秒只见司机 突然开上分隔岛 撞断路灯 车身90度翻覆 倒在路中 瞬间炸出浓浓白烟 后方目击车辆都吓了一跳 赶紧急杀 就怕继续绝撞上去 事发就在新北市新店 中心路二段 20日中午12点40分左右 大火车载运饼干 开车的24岁 将性驾驶 疑似晃神 直接冲上分隔岛 现场一片狼藉 一箱箱饼干食品 统统掉落地面 整辆车更卡在路中 驾驶一度受困 车内只有驾驶 驾驶一名男性 那个脚踝有擦伤 表示不需要送医 现场是没有人员 受伤的一个现象 他说不速很快 真的 我跟你讲 很快不是这样子的啦 索性车速不快 驾驶幸运建卉一命 在现场协助排除事故 也调来货车 将无损的货品先运走 只是这慢速一撞 竟然炸出漫天白烟 也让附近民众都傻了眼 记者张贝之章 自然SNG小组新北报导